当初唐先生唐太太这个广告的时候 让你们忽然爆红 那爆红起来 那个爆红程度是从一个 真的是一个默默无名的舞台剧演员 到一下变成电视明星这样子 会有很多的邀约来 说你那时候有很多的 不知所措还是怎么样 后来有跟迦勒有聊过 但是没有聊得很深入 就是因为这个机会都已经过了 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把握住 那个机会的话 可能就是名利双收 因为有一个大制作人 王牌制作人 他就看好我们 他想要帮我们开一个实境节目 就是唐先生唐太太的家 他就是写这个情境的东西 把我们放在里面 我们一定可以 就是等于是顺势而为的话 也可以水涨船高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接到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我比较龟毛 因为我总觉得我从小到大 就是我是剧场人 就这样 这种比较少在电视上面露面的原因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就是 这种机会 就是好快得来的机会 不见得是好的 对我来讲 因为我的性格 我很认识我自己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做 做我没有把握的事情 跟没有准备的事情 你一下就把我们唐先生唐太太推到 就真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样子 当然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一个广告 每个人都一定要模仿演一段这样子 因为这个广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火 而且真的是大红大紫了 我讲个难听一点的 现在根本没有人记得 我们拍的是什么商品 但是我们他们就记得有个唐先生唐太太 最多就说摔了一个花瓶 花瓶破了 对其实它是一个网站 拍卖网站 但是那个拍卖网站 现在在台湾基本上也没有了 在当时那个广告 后来就有人抄袭 然后就是他的竞争对手 他就模仿我们的这个广告 去做了一个 然后也混淆了一下视听 也就是说这个广告是红了 但我问一下两位 你说从一个剧场演员 演员其实真的职业演员 剧场演员没有什么钱的 排练费 现在排练费一天多少钱 看一个时段两三百块吧 一天最多500块钱 排练费 一天500块 演出费 那以前更是只有几千块 以前那时候剧场 还不像现在这么兴旺之后 对 演一出戏 我还要排个几个月 上班也根本没什么收入 其实真的算艺术工作者 可是好不容易 忽然拍了一个广告 红起来了 你可以进电视来演戏 那整个身价不一样 一级一级算 名利就进来了 那时候就看你要不要 吃不吃得下去 我觉得我们的个性都是 比较不喜欢做 没有把握的事情 而且我们大概太保守了 你说没把握是什么 很陌生 可是凡老师有接过一阵子连续剧 有那是在后来的事情 很后来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说有没有一点可惜 还真的有一点可惜了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为人父母了 也有一些家计的负担 那么在十多年前有这么一个机会 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开端嘛 说不定我们的知名度啊 我们的这个能见度就高了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珈乐怎么想 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觉得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这个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 就在我的观念里面 不需要钱 不是不是 我不需要那种速食的 每天给你 我今天来拍 今天给你剧本 我没有办法应付 像我后来拍连续剧 我后来为什么也修正了一下我的脚步 因为我没有办法 每天焦虑 你剧本不来 我没有办法准备 你知道我们剧场出来的人很龟毛 因为我们的前置作业是两三个月起跳的 我们要进入角色 我们要跟导演沟通 要跟我们的对手讨论角色 互相之间的一个磨合 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那电视没有这样子的环境给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很陌生电视圈 我们很难去想象说 剧本是热腾腾的来了 马上就要拍 然后NG都没有关系随时可以打断 然后从一句话接 两句话接 三句话接 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很多电视剧都是这样子 前一天还写好了 我们都是 Action前一刻拿给你 我们都是排练之前 就要丢本 整个剧本要备好了 然后上台排练 那所以你有接过这样的戏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 在广告之前 后来就有 那你们说放弃了这样子的机会 因为那个时候 人家那个像是制作人 或者说我们周边的朋友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你们真的很笨 这是为什么不做呢 剧场界的朋友 也不一定是剧场界的朋友 或者身边的朋友 以前的什么中学的同学也好 或干嘛 大家都会觉得说 忍一忍吧 忍一忍吧 你就是啊 何必呢 怎么怎么 但是我就还觉得说 还好吧 为什么呢 那个好吗 那如果改拍电影的话 会比较好 电影的话 剧本就可以比较早拿给你 你就可以先准备吧 动命安全感 那你要拍到王家卫导演呢 连剧本都没有 不是 首先你得让人家找上我 不会找上我们的 嗯 嗯